欢迎大家收看星岛中文电视新闻 我是斯图平 据英国媒体报道 知情人士透露 目前包括英国严重欺诈办公室 与美国司法部已接合过葛兰塑克 其中美国司法部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共同对葛兰塑克展开调查 这个针对制约公司的广泛调查 的一部分指控一旦得到证实 英国严重欺诈办公室 与美国司法部可能对该公司采取强制的措施 以下的报道 新闻报道完毕 多谢大家收看 欢迎收看星岛新闻 我是彭俊雄 俄汉俄州克里夫兰三名女子遭到绑架 囚禁性侵长达十年的案件 尚未尘埃落定 优斯敦又爆出禁锢案 警方救出4名老年男子 怀疑他们因囚禁在优斯敦北部一间房屋里面 长达数年 警方今晨接到报案电话 发现有几个人被关在优斯敦北部的一个车库里面 执法人员到达现场时 发现该栋房屋前面已经被钉死 进入室内后 发现该栋余同间房到处都是垃圾 警方发现4名年龄分别为79岁 54岁、74岁和65岁左右的男子被囚禁在房间里面 一名受害者说他已经在这里差不多10年了 根据官方消息 三名女子和一名疑犯住在这房间里面 其中一人已经被拘捕 以上的星岛新闻报道完毕 多谢收看 欢迎大家收看今晚星岛电视新闻报道 我是主持余富强 英国药厂葛兰素史克行政总裁安慰结华 共事高层在中国涉及有陪劳案 肯定对中国的业务造成影响 他重申公司不会容忍这类的行为 表示将改革内地的营造环境 通过包括引入更多的药物分级和定价方式 让更多的消费者能够买得起药 他说对贿赂案件感到羞耻 同时涉及员工的行为更紧失望 他又说公司和中国政府和监管机构会紧密合作 如果有时机的话他会向中国旅游的 新闻报道完毕 多谢收听 欢迎大家收看星岛电视新闻 我是李聚龙 大陆维权人士胡佳的妻子曾金燕表示 胡佳二人五岁大的女儿 以及维权律师腾彪 在深圳被公安带走 曾金燕在社交网站Twitter表示 他们当时在深圳福田福华路 一间村赛馆正在进行晚餐 庆祝胡佳生日 腾彪之后透露Twitter表示 他们已经获得自由 多谢大家收看星岛电视 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兹 请不吝点赞兘